上次玩的维辣家这个卵黄和普兰 很多朋友说想看它混在一起 变成绿色的样子 我正有此意 重重我的下坏 咱俩想一块去了 英雄所见绿童 明智之举 对一块 世纪大融合 变成了一滩 就是像打翻了颜料桶的那种感觉 像是地球上的蓝色和地球上的绿色 混合在一起了 从酸辣海带 酸辣昆布 变成蓝莓酱 现在变成了一滩死水 混合出来的颜色很不透彻 脏脏绿 像青岛沙滩上的虎台 还是他们家上一批 没玩的几个新品 血乳羊毛卷 听起来就感觉非常吸手指的样子 表面有一点小气孔 是一个淡淡的婴儿蓝色 是有水边血颗粒的 一夜之间天气从四五度变成二十度 人挺开心的 泥就不行了 不过这个含水边血的泥 相对还是比较扛化的 像一个软糯的毛巾卷 手感很蓬松很轩软 反了大量的盛香水之后 也不会变得特别的塑料 就是很舒适很柔软的那种手感 扯布也很顺畅 磨布也是薄薄的 细微的颗粒感 整体比较软 起泡的话拉伸很顺畅 但是纹路会相对松懈一点 我发现现在很多中文歌 我压根听不清歌词 有些歌已经火了很久了 我感觉已经听了好多遍了 但是你问我他唱什么 不知道 昨天去了济南 有一个地方叫汉玉金谷 那晚上到了七八点 感觉就没有什么人了 那有很多很高大的那种写的楼 有一个地方说是堪比 什么上海的陆家嘴 不是我说的 反正就建筑挺恢宏的 然后我其实别的都没想 我就在想 到底是什么人 什么职业在那上班 有什么山东人力 什么市场 什么各种高大的公司 那到了晚上七点多 那块基本上都是黑灯下火的 是什么职业 什么种类的职业在那上班 那边还有个什么AI AI智能大楼 这个你比我想象中可玩性高 因为它起眠起大了之后 它也不会碎成渣渣 但是你捏下去的时候 小小的pose也敢再碰裂 整体还是很完整的 纹路渐渐也变得力挺一些了 还有这个波尔多玫瑰干红 是一个很惊艳的酒红色 有一点乌蒙蒙的肉肉的质地 是比较厚实的 拉伸性同时有比较好的那种液体胶 像很漂亮的碗里汇上的一杯干红 是有一点软糖质感的 像覆盆子软糖 有韧劲 这个居然是液体胶水痰 我摸着还以为是石胶呢 也是厚重的保鲜膜那种感觉 很好扯步 声音也很脆 香香脆脆小干红 闻起来就是红葡萄汁的味道 起完棉有点黏 戳感和扯步的感觉是要比起泡的这个感觉要舒服的 最后一款糯米叶浆身体乳QQ弹弹 糯米就要水弹 换季的时候不要乱用护肤品 也不要买太多的水弹 这种痛只有你和我才知道 但是大部分你把它解救回来之后 它还是能能坚挺很长一段时间的 有少许的颗粒感 像碎椰蓉一样 但是这个质地相对就比较稀薄软弹了 就是身子骨很单薄很产弱 含水量相对有点高的样子 但是也不否认这种单薄感也可能是糯米椒带来的 之前弯糯米椒就是做出来的什么捏都特别薄 薄如产衣 吃哒哒的薄薄的黏黏的 就像是下雨天你穿了个塑料袋 就是那种感觉 糯米椒还有个好处 特别容易盖布 它很单薄 张力又够 但是持久力不够 如果说其他的水弹是那种纯棉的汗衫 那么这个就是莫代尔 薄 真的很薄 多加点成形水加固一下 拉个网格 拉网格是我对水弹的基本尊重 网格能拉起来是水弹对我的基本尊重 感觉放到冰箱里面可能会好很多 和油炸面糊一样 ok那今天分享就到这了 拜拜 然后我们下期再见